他既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父亲 为了教书与人,他可以舍弃一切 他将后半生许诺给了大山里的孩子 优固榜样2010之坚守榜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湖南桑植县迷狐乡摇峰界小学唯一的老师,王化安 这面国旗是这所小学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但在我们心中,摇峰界小学上空的国旗已经飘扬了56年 王源举,王化安的父亲,摇峰界小学的创办者,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摇峰界的孩子们 岁月无情,当老去的王源举走下讲台时,将大山里交书与人的接力棒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偏僻的山村执教 我自己的想法现在已经搞了,教书教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 我希望我的想法就是将我的父亲呢 他要是向我在这个教育事业上面呢,有始有终 要做一个,作为这个山区教学也是比较艰苦啊,教书比较差 学生呢,也学老师在这儿教 上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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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附近一样,从王化安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这一站,便是二十九年,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留给了摇峰界小学 不能让一个孩子更有始学,他辅助一两个为这个后代教学的后代,值得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可不得的 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父子也是把这个学校还是要坚持地扮下去,让我们这三个孩子有辅助 八十九年来,王化安父子取得了无数荣誉,培养出了无数个优秀学生,而他本人却没有一个名分,得到的也是微乎其微 他未得收入,外账也没得够钱 不是,有十年,十年也没得到一分钱 二千年,八年才跟他赴一点不足五千回 我现在,我叫的这个四百股啊,我现在我也没投什么东西 我现在只要这个地方,小孩子有福多啊 我换着自己的能力就这么大 换着青春年,微博之间呢,把我们这个学校换着 能够在我家这个学院之内啊,能够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 能够扮演一年就多扮演一年 村里孩子的父母都出外打工 唯独王化安留在了遥峰界小学 不仅扛起了教书育人的担子,还担当着一个父亲的责任 对我们很好,上课时也非常关照我们 有时候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做梦都想到回这里来读书 基本上是我的学生的话,你必须别把他们的孩子一样看着眼 他都对你有清净感 像晚上他们也是在那儿七宿啊 晚上跟他们先把饭吃了以后 打杯子啊,我就跟他晚上过来跟他打杯子 我就这么远,我都没得家里歇 天明来以后就跟他炒,把饭炒了 打开水啊,下大雨啊,我就要送 没有办法,我就这样,现在我们就是,最大里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学校 这个周明显一个比较大沟 如果是遇到村上长大水,那就会有这种危险 我想现在有点自行的把这个,把这个桥想收起 2010年8月份,依靠社会力量 遥峰界小学兴建了新的小区,却没有一条通往学校的路 建一座桥,是村民和王化安的当务之机 把这个桥搞好,走破才能就新意 父亲年迈体弱,只能靠借钱治病 王化安本人两次婚姻搞破 两代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听到这里的孩子发出的朗朗读书声 前半生,王化安选择了金手 他也将自己的后半生许诺给了大山 许诺给了这里的孩子 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还是不能垮下去,不能垮掉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偏远 好多牛手儿童啊,或者是家里父母的部队啊 全是看到危险的孩子 如果是要关心远禁组,十几年,一二十几年,山东的温柳子 就说是,是铁平安的 我现在有啊,我的新闻就没有了 像我们,在我的这个游戏之前呢 能把我们这个学校能够成组办下去 反正我,不能够,我够不了了,我现在就不能够的 那个时候,我说有人带我们这个地方来 我说非常好 希望下一个王化安真的能够出现 孩子们为了梦想,纷纷离去 留下了一直坚守在这里的王化安 黑半王化安的,只有老教士,香榛树,大山,蓝天 希望他不是一个孤独的守护者 希望他不是一个孤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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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